十分和十秒是一对兄妹 妹妹十秒最近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她的哥哥十分 每天整股戏弄她 偷她的零花钱抢她的考长 把她的闹钟调碗害她迟到 在学校惹了事 还得让自己帮她圆谎 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整整一周了 十秒十分头疼 但被哥哥威胁 要是敢告诉爸妈 就把她暗恋自己哥们的事说出去 十秒无可奈何 只希望哥哥十分彻底消失 偏偏这么欠揍的哥哥 居然还有人喜欢她 闺蜜妙妙呢是个独生女 多次在十秒面前 透露出十分羡慕十秒有个哥哥 这个时候十秒就会说 那送你了 一天兄妹俩打打闹闹回到家 却发现爸妈正在争吵 之后妈妈拖着行李就离开了 十秒特别沮丧 她觉得爸妈可能要闹离婚 但十分却插颗打魂 毫无家庭责任感 说爸妈离了婚 还能两边拿钱不是挺好的吗 这让十秒失望至极 但他无意中发现十分在收集拼图卡 只要收集完就可以获得全家旅游机票 或者一辆电动车 十秒以为哥哥想换旅游机票 缓和爸妈关系 他暂时原谅了十分 这段时间的过分行为 但直到他生日这天 一切都被打碎 爸妈不记得他的生日 十分还骗他给自己买冰淇淋 当他难过的在江边吹风时 好巧不巧发现妈妈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对岸 他跟踪俩人来到一家饭馆 却发现十分也在那里 还很亲切的喊陌生男子叔叔 谈话内容大致就是爸妈要离婚 妈妈要和这个男人结婚 而十分决定要跟着爸爸 所以十秒就要跟着妈妈 知道真相的十秒备受打击 失魂落魄的来到小时候一家人 陪他过生日的饭店 却发现那里早就倒闭了 这时 哥哥十分骑着辆电动车来找他 十秒这才知道 哥哥收集邮卡 是为了换一辆电动车 根本不是为了全家旅游机票 这让十秒希望哥哥消失的愿望越发强烈 他觉得爸妈会走到这一步 都是因为十分的不努力 当十分嬉皮笑脸的让他许愿时 十秒许下愿望 希望哥哥从世界上消失 没想到愿望竟然成真了 第二天 十分变成了闺蜜妙妙的哥哥 十秒开心坏了 虽然楼道里的灯泡坏了 但家里的零食全是他一个人的了 而且爸妈以重贵于好 为他补了生日 成为独生女的十秒 感觉生活无限美好 而妙妙那边正在遭受着 十秒曾经遭遇过的水深火热 但时间一长 十秒就开始怀念起有十分的日子 每当看见妙妙和十分打闹 十秒都会很羡慕 一次 十秒无意间得知 妙妙爸妈正在闹离婚 就跟十秒原来的家庭一样 原本呢 妙妙妈准备带走十分 但十分因为不放心酗酒的爸爸 决定跟着老爸 让妙妙跟着妈妈 为了不让妙妙发现这一切啊 十分才总是插颗打魂的撞弄他 故意调碗他的闹铃呢 是为了不让他发现爸爸酗酒 十秒啊 十分生气 他觉得妙妙有权知道所有真相 于是呢 跑过去告诉了妙妙一切 但妙妙却说他们的家是不用他管 以拯救妙妙与水生火热为由 十秒决定将哥哥换回来 恰好今年润月 十秒在下个月还可以再过一次生日 晚上十秒和爸妈一起吃饭 但爸妈却说他们要离婚了 十秒早就猜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十分 当爸妈问他要跟谁一起住时 十秒说要跟他哥 而这边的十分已经办完转学 他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拿去卖了 包括那张还差一张就完成的拼图 原来呀 十分收集卡片换电动车 是因为妙妙说想要 这要换成以前不就是十分为他做的吗 知道这一切之后啊 十秒终于明白了 当初十分的用心良苦 他这才知道自己曾经多么幸福 第二天十分就转学了 为了满足十分最后的愿望 十秒去商场 劳稀有卡 最终不负众望 拿到了最后一张拼图 帮十分换到了电动车 当十分骑着车来感谢他的时候 十秒跟他说 自己曾经也有一个哥哥 但是哥哥被自己弄丢了 今天呢是十秒的生日 十分打开电子蜡烛 让十秒许愿 祝他能找回自己的哥哥 但十秒许的愿 却是不管哥哥在哪里 都希望他幸福 之后十分送他回家 这时楼下的灯又好了 而十分站在楼下 向他道别 但十秒却没有意识到 十分已经换回来了 等他回到家发现 十分生活过的痕迹之后 才知道离开的是哥哥 十秒连忙骑着哥哥 为自己换来的电动车 去火车站 十分正在站台后车 你拉东西了 我没拉东西 我带出房了 你把我拉下了 你把我拉下了 本片改编自同名漫画 快把我哥带走 人总是在失去之后啊 才懂得珍惜 所以请珍惜眼前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